台电人员正冒于抢修供电设施 因应山陀尔台风来袭 台电北市区处除了做好各项防台措施 也动员能力随时进行抢修 其中特别针对树木倾讨 及社区配电设施故障异常 台电北市区处方面也做出因应 本处配电线路的因子有两种 一个是靠近松山区的大型树木的导断 一个是市区里面的配电室的淹水 那关于这项因子我们已经跟市政府协商好 有大型树木的导塌 我们会请市政府支援大型的机器跟人力来协助移除 那树木移植到哪里 我们的抢修就到哪里 那关于配电室的淹水的部分 唐油地下室淹水本处已经有协商 市政府的大型机器来协助抽水与加速供电 另外由于山陀尔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 造成南部地区停电灾情严重 台电北市区处也紧急调度实名抢修能力 及四台工程车前往资源抢修 另外大量停电事故造成中南部客服中心电话净限量暴增 北市区处北部客服中心更加派60名人力 协助接听事故通报电话 12点40分左右 山陀尔台风由高雄的小港登陆 造成南部地区灾情非常的严重 那目前本处已经派食源的抢修人员 加上三台的工程车前往协助抢修 那至于客服的部分 本处因为南部的灾情严重 台电北市区处方面也呼吁民众 多加利用台湾电力APP 及登陆台电官网台风停复电资讯事故通报 及查询 长辈朋友则可以拨打台电1911客服专线 让进线分流以加速抢修速度 降低停电所造成的损害 记者张启辰台北报道 请订阅明知道